嗨,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赵副校长 今天,赵副校长要和同学们分享五年级科学 动物抵御恶劣气候的本能 在自然界中,有些动物为了生存,不断适应环境变化 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,对一些天气变化具有较敏感的反应能力 动物怎样适应恶劣气候呢? 它们又怎样抵御寒冷气候? 它们又怎样抵御炎热气候? 首先,我们来看看动物怎样抵御寒冷气候 一 身上覆盖厚毛的动物 射流 巡鹿 北极湖 北极熊 二 迁徙到较温暖地区的动物 鹿 鲸 鲫鱼 三 冬眠的动物 北极地松鼠 北极熊 四 黑色皮肤吸收太阳热量的动物 北极熊 北极熊 五 农蜜蚁毛的动物 企鹅 六 后脂肪抵御寒冷的动物 企鹅 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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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极海豹 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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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,现在我们来看看动物怎样抵御炎热干燥气候 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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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 躲在阴凉地方的动物 蜥蜴 耳旁胡 5. 蝎子 蛇 4. 在泥泥里打滚的动物 5. 水牛 5. 荷蚪 6. 犀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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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